好 哈哈 啊 有 哇 啊 來來 哎 好可愛啊你 辛苦了 謝謝 媽媽 好 雨昇 藝 好 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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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呸 哈哈哈 ård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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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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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谢谢 骑摩托车 我一定会骑摩托车 摩托车是第一个 今天秒数来写着摩托车 嘎嘎甩 春飞子 你啥都要 他来的是骑摩托车 我都能是第一个 他现在穿贼摩托 里面一个老头 外面一个牛仔 然后上面一个 然后那个一个皮鞋 骑着一个春飞的摩托车 OK 就这么就走了 那咱们聊一下分房吗 分房 来吧 咱们几个房间啊 两个房间 就是咱两个人一屋 两个人一屋吗 咱们先分房间还是先分人 先分 人吧 就人 来吧 就大家俩啊 我俩行李在 就是行李在一块 行行行 那我来说 真的可以两个人一屋 无所谓 那就来吧 转分房子吧 人分完了 人是这么分完了 开始就分房子了吧 OK 现在就先说房子 第一个房子是 三个两个 现在是预定出来三个房子 三个房子 第一个是那个一楼拐角那个 嗯 就是一楼最里面那个房子 我觉得这三个房子都贼大 都贼大 那就是 No.1 No.2 No.3 就是1 123 序号呗 那就谁 谁 看谁想着想着那个屋 嗯 就是现在就是最清楚的一个玩法 先转到谁 第一个房子 转到谁是谁 第二个房子转到谁是谁 第三个就不用选了 OK OK 那这样吧 那咱们这样交叉着站 就比较 交叉着站 你站这儿比较远 我站这儿 我站这儿 我站这儿就行 咱们就第一个房子 第一个房子就是那个一楼最里面是深那个 嗯 一楼有两个房子 最方便的 讲实的 一楼有两个房子是都住吗 是咱们都住一楼吗 还是二楼 也可以 咱直接就转到谁身边去啊 自己新頤的房子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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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转 转到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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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eye can't go with me yeah 别怀疑 哎 The world is me 哎 My eye can't go with me Yeah 别怀疑 耶 The world is me 哎 My eye can't go with me 累的时候真的挺累的 就忙的时候从早干到晚 我会拍MV的时候 都是早上起很早 特别是之前很忙的时候 还有要上学考试要学习 在里面僵持着 所以说现在我的选择就是 不如强大子 拿这个时间再来沉淀一下吧 我就想开一点 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 大连我第一次见到书让以为是个女生 然后当时是在大连那段训练时间 那会儿我和贾宝哥是最熟的 因为我俩训练的时候站一起 我经常踩到他鞋 他也经常踩到我鞋 然后当时就说踩到他鞋 对不起 然后他说没关系 然后他踩到我鞋 跟我说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 我踩到我鞋 我踩这个 他得这样滑起来 那你这样子 对对对 我是来自天津叫做自豪 然后今年马上十八岁了 然后这个放出来的时候 还有三个月就十八岁了 我觉得 嗯 我只能说挺好的 因为每个人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太一样 然后包括 包括就是怎么说 我们六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六个 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不会说的 从我们六个人从刚开始认识到现在磨到现在 几年了 16年年底去的韩国 16年年底去的韩国 但是我们在16年 夏天的时候好像就去 还是将近秋天去的三亚开始选拔的 然后当然现在已经小六年了 我跟栗子齐我们俩更是小十年了快 然后我也大概也都知道彼此什么人 就刚开始刚开始刚认识的时候经常打架 感觉很不好 因为特别是我们还是 battle出身的 就像我们几个 龙龙也是打比赛的 我也是打比赛的 西西打比赛的 那打比赛有一臭毛病 就是看谁都不爽 我觉得你就是干不过我 我就是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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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觉得你这就不行 你跳就不行 因为刚刚我们都是跳舞选进去的 就是我们没有 我们好像没有唱歌选进来的吧 我觉得就是 因为并没有说 有人需要我们去说 让我们去背负什么东西去前行 或者是说我们身上必须要背着 我们必须要达到那种高度 是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我们想成为 能引领C-pop走上国际的人 这是我们给自己定的 并不是别人给我们附加的 现在关系也会成潮 也有就是很不爽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 但现在都明白了 就是每个人了解每个人的点了 就比如说我生气的时候 没人会来跟我说话 我现在就是生气五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就是知道 就知道看上去 他可能就是有些时候 开玩笑也是 就是知道那个点 就是知道再开的话 那个人可能会生气了 就会开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其实就止住 让大家都是很乐呵状态在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好久没有 就是说很激烈地吵起来了 就今年 目前 回来到现在 去年回北京的时候 就可能刚开始那段时间 大家脾气 就是 在家待了一两个月嘛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可能都会带点自己的 这种风土人情在里面 挺好的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这间是放放的 这狗妹桶做的 狗妹桶做的 狗妹桶做的 还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 说实话 师傅还还 收拾吧 我现在就是 享受现在的自己 在享受现在的自己 在享受现在的自己 在做的事情 就是别管太多 就是我回来当下 我现在就是 因为某个人 没法好好的回来 我也不做事 对你回来 给他留点脸啊 你可以回来当下 你住在你最美的屋子里 别说了 你要是 期盼着去得到那些什么东西 反而回来 没有更好的结果 他们是我的团伙 然后是在平常 可以基于我力量的人 同甘共苦 有难通道 然后有福同享的人 你 但在这些人 你念自己 想说早已不是自己 耶 犯的人了 我没拿到 在最后 二的 天不会大声 我会一直跟你讲的 一个人是OK的 你们都别整了 so 拆起来 这么多说 三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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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个疯狂的世界 三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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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等于右 我等于你 等于我们 就是 一体的 我能让你感受到我 我感受到你 让你 去体会你的喜悦 然后让你也来感受一下 我当时 最真实的一些东西 也包括从苦 再到后来的甜 再到一些 可以去印证的东西 就是让你做自己就好 因为我还不是说那种 特别忙 就是那种 就是当下 时红的顶流艺人 每天通告忙到什么两三点 早上五六点又起的那种 我还是有自己 自己的一些空闲的时间 可以去和家里进行沟通啊 包括一些商业 一些事情 这个时间 从小就出来了 对家里就是 今天也是 经常打视频 就跟 跟我老妈 经常打视频 然后的话 能回家想多回 在家都带 陪陪我妈 就是 就是 视野的就 keep going 歌里面的话 也可以轻轻地说 包括有些 暗讽的东西啊 包括 this 但是虽然我现在还没写过this 但我们之间写过this 我们几个之间是写过的 就是 因为当时也是玩 为了纯玩嘛 包括我们也是经常 放个beat 然后就开始freestyle 就开始乱唱 瞎唱 唱东西就 大家听了就乐呵的那种 但是就好玩 那氛围特别好 请不吝点赞 就曾经喜欢过的东西变成工作的话 会失去 纯粹的东西 纯粹的东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有点微妙的变化 所以我希望我们约定的是保持初心 就是要找回最初那个纯粹的感觉 就让它重新变成你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一味的死板的像鸡血一样的工作 完成某项的任务和这个 那个我觉得不纯粹 还是我们六个一起努力做自己喜欢做 证明给之前那些 瞧不起过我们的人 证明给一直 证明我自己是很强的 然后不是从前的那些小孩子 我们经常在过生日的时候 还有一些就是给对方住院的时候 我们都说希望你可以天然开心 希望你可以幸福 希望你可以一发过去 但是人生就不是这样 简单还是对我来说我很开心 然后一种呢我是非常正向的 然后另一种呢非常负向的 我把负向的自己 我把很负面的自己压住 我就想给你们展现我正面的想象 就是让你们觉得我每天是开心的 因为不想把负面的 主要是大家都不想把负面的情绪带给别人 传递给别人 我先说约定 我我们之间的约定就是希望让彼此开心 我觉得约定就是 给我吃一口 这样子请你一包 哦 这个之前在便利店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我们 我经常他们买吃的 我会随便吃一口 这个约定就是狗欠我们一人一个便利店 欠我们一人一个便利店 早期幸运的时候 我经常就吃他们的东西 就蹭一个 然后画大笔 然后画着画着 然后他们都说我欠他便利店 就是每次都是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帮我买一下 然后我那个下次请你 帮买一下下次请你 不是就吃一个吃一个下次请你一包 下次请你一包 像素女包 我吃一个下次请你一包 从来没有 没有下午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便利店就来了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实现 但是我想以后一定能实现的 狗狗还是挺大气的 狗狗还是挺大气的 谢谢 然后我呢 对于约定这个东西呢 就是分情况分场合还是 就是如果说可能是朋友一起在玩 或者约定啊 明天或者说说怎么样啊 然后但是突然之间又来不了 突然干 我觉得是OK的 我只能接受 然后还有些还有一些约定 就是说答应我的东西就一定要做到 就是他是 他是一个 嗯 在我这就是 有些东西答应别人就一定要做到 除非是真的有一些 嗯 外界无法抵挡严肃 我们有约定的 我们有约定的 很重要的一个约定 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啥 你得跟你跟你说 哎 这个可能不太不太 这个约定就是不太不太能说 但是是 就是 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有人要遵守的一个约定 一定 一定 一定一定要遵守的一个约定 但是有人可能会违反 违反的话 那没有办法 违反的话 违反的话 铁哥第一次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 就设计 设计到了另一种约定 因为约定是在心里 但是不能说出来 就是关于 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约定